去年12月中新竹市发生男子虐猫 这个可怜的猫咪被男子又摔又踹的不幸流产 引起网友和民众踏拔 警方调阅监视画面比对 昨天抓到这个核心男子 但他完全没有回忆 问他说会不会在虐猫呢 他也笑着说很难讲 他向警方说是跟母猫玩 他抓伤了他 所以呢婴儿泄愤 警方询问之后 以动物保护法将全案韩送警方处理